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人生中要说非常重要的时刻 我觉得毕业一定算是其中一个 转眼间呢又到了毕业季 感觉自己离毕业的时候也就是上分钟的事情 我还年轻 耶,开玩笑 转眼间又到了毕业季 然后我觉得在毕业之后呢 我们都会去到更多的地方 去看到更丰富更大的世界 遇到更多的人 也会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比如你不知道你会选择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然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是否能够去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 然后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过到 自己选择的那个喜欢的自己的人生 当然也许前面的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和考验 每一天呢一定也会有新的挑战 但是千万不要害怕 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初心和梦想 勇敢去闯荡 今年的毕业生你们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大家都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走到今天迎来了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新的阶段 世界很大 风景很美 愿你们都能够抵达自己想要的终点 也希望你们可以一直保持着热爱 永远记得自己有光 永远要记得自己有梦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相信自己 无论遇到什么样未知的挑战和困难 都要相信自己 因为一定从相信自己开始 你的人生就可以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美好 永远记得自己有梦 永远记得自己有光 我们一起加油去未来吧 毕业快乐 7月12号也就是今晚19点30分 周深参加微博毕业派对 艺人一首毕业歌 作为毕业陪伴官 周深将会有怎样的舞台 很期待 此外恭喜国民实力歌手周深 获得QQ音乐巅峰榜2023第二季度 十大巅峰艺人实至名归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非常荣幸获得QQ音乐巅峰榜2023第二季度的 十大巅峰艺人 今后我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更好听的音乐作品 热爱一切坚持不同 持续关注我 关注QQ音乐巅峰榜 收听更多巅峰音乐 用音乐作品说话 时代之声周深 代表作《大鱼灯火里的中国》 望《荷光同城》 光亮《若梦》 国家级五个一工程奖 《我的答案》等等 华语歌手收听人数稳定前十 两首2000万的收藏 34首百万收藏歌曲 另外周深微止已成常态化破译 并且还在不断的增长中 周深在这些平台上不断的创造自己最好的记录 实力派顶流歌手名不虚传 未来的模样 独负曾经的凝望 有多少理想 要有多少字穿唱 那沿途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黄金 有你在身旁 什么事 有猫 不要不放 gas 要有往啊 East of the sea 七宏了 tipo话了 你还在等什么 回收了 再见了 别不舍会逃亡 想心中的梦啊 去追吧 周深说站上舞台要看观众感到幸福 他说要不断地迈出自己的舒适圈 舒适圈才能越来越大 这让小编想起了在创造营2021当导师时 周深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也许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他说我能站在舞台上就已经是一种走出舒适圈了 曾经的自己一度很害怕被看到 公鸡的声音从小听到大 为什么还要去更大的舞台迎接更多异样的注视呢 哪怕真正的进入行业之后 周深仍然要走比很多歌手更长的一段路 让观众接纳 每一次出场都是在挑战自我 渐渐地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 喜欢听他唱歌 他说走出舒适圈非常的辛苦 但也非常的幸福 不论那些公鸡还存不存在 都只想继续好好地在舞台上唱歌 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而想要在舞台上多留一会儿 就要不断地突破自己 周深一直觉得他的光芒 很多是从喜欢他的人身上借来的 所以他努力地呈现好每一个舞台 让喜欢他的人听到他的回声 那就是我感受到了你们的光 也想传递给你们一些力量 也许这就是周深每一个舞台 都让人感动的原因吧 《世界深深无恙》 走过山水一场梦一场 那迎风呐喊的海浪 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上 冒险的人是否会感伤 终其最灿一生谁收藏 那深爱心底的愿望 要多久多久才会登场 沿途一生黎明铁桩的是我 任同唤醒不回头的也是我 就让你撸去这每一道伤口 吸尽我的脆弱 原来也会觉得累才能淹没了脆弱 你发誓更勇敢一生与梦相拥 还想要继续吗 有你丰富推仰 让随惨住进你眼眸 别怕未来的模样 不负曾经的凝望 有多少理想 就有多少次穿长 那一族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光景 有你在身旁 她们说要越过前方 风向必须抵着头 她们说要绕过 环页的河才能往前走 她们说她要放手 她愿要换个路口 如果得不透心 个人从来就不算拥有 没有能够决定 谁的一生应该障碍我 没有能够定义 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没有为我就先动 只是单纯相信着 没有生活的英雄 每张轮廓 出做平凡的沉默 周深现在的成就 跟她的真诚也是分不开的 真诚的她从不抱怨生活 而是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对待粉丝更像是朋友一样 完全不摆明星架子 在社交平台上 每天都会抽空回复自己的粉丝 在圈内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样 庆幸的是周深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但是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里 周深保持初心一直走下去是最难的 希望以后周深可以顺顺利利 总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音乐界的巨星 大家觉得呢 默默的团阅 只要地坦 望起乱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